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之一 成龙的粉丝有多牛 成龙粉丝千千万 超级英雄占一半 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 美队在一次采访中被问道 知道中国的超级英雄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此事 瑞安·雷诺兹 小剑剑可谓是成龙的无脑谜地 他对于成龙非常崇拜 看全了成龙的所有电影 成龙电影中的幽默搞笑的打斗场面 对他影响颇深 他表示成龙给了他很多灵感 在电影拍摄时非常喜欢模仿成龙的动作 金刚狼 修杰克曼 狼叔在还未踏入演员行业时 就把成龙当作自己的偶像 看成龙的电影 使他深受感染 所以他立志要成为像成龙一样的动作演员 狼叔不复所望果然成为了国际巨星 有一次狼叔到中国宣传电影 终于和自己的偶像成龙见面 两人还一起去KTV唱歌 狼叔也学会了一首经典歌曲 给我一个碗 之后成龙送给狼叔一个印有龙字的特制羽绒服 狼叔对这件羽绒服可是爱不释手 每年的冬天一定会看到狼叔穿出来 并且一穿就是十几年 海王杰森莫玛视成龙为全球偶像 在谈到成龙时 他表示成龙是无法超越的传奇人物 是独一无二的全球偶像 他将成龙看成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成龙有一次走贾纳红毯时 变形金刚的男主西亚拉伯夫也在现场 他看到成龙后激动地说不出话 竟然直接行了跪拜大礼 这让成龙也是手足无措 连忙扶他起身 国际巨星直接给自己下跪 成龙可能也有些吃惊吧 世界顶级大咖也膜拜成龙 人称史皇的威尔史密斯 超级喜欢成龙 他直接让自己的儿子拜成龙为师 并且自掏腰包 单独为成龙和儿子拍摄了一部功夫梦 还找来加拿大的流行天王贾斯汀比伯 为电影现场主题曲 一开始比伯并没有答应 因为他从未给电影唱过歌 即便是看在威尔史密斯的面子 他也并不乐意 但后来得知是成龙的电影 他却很是激动 立刻答应了下来 并表示会尽快赶到现场 只是为了看成龙一眼 永远的天王迈克尔杰克逊 身为世界级别的巨星 却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成龙的粉丝 他是成龙的忠实影迷 麦克尔还曾在自己的MV中 模仿了成龙的电影片段 以此来表达对成龙的喜爱 并且他非常想和成龙见一面 几番托人终于要到成龙的电话 但成龙当时却因为睡觉 错过了这次通话 这次的错过也成为成龙的遗憾 很遗憾的 他这回是打电话给我 没听到 我在睡觉 我的助理说 我的助理说 哎呀你这麦克尔杰克逊打来给你 我说你怎么不叫我听 你在睡觉吗 哎呀下次就给我听吧 我回电话他没有空 就这样子 很可惜 日本的漫画之神 鸟山明表示 就是在看过成龙的电影后 忽发灵感创作了七龙珠 可以说没有成龙 就不会有七龙珠的问世 而且鸟山明还在其中致敬了成龙 在第一届天下比武大会中 龟仙人化妆成老头使出各种武功赢得了冠军 其中就包括罪权 好莱坞的著名大导演昆廷 应该是成龙最疯狂的粉丝 1995年 成龙在MTV获得终身成就奖 昆廷为成龙颁奖 昆廷激动地表示为成龙颁奖是自己的荣耀 而后昆廷更是直接称成龙 为动作电影史最伟大的演员 印度国宝级演员被称为宝莱物之王的沙姆克汉 在节目中直接表示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 祈祷自己的孩子长得像成龙一样 我孩子爱他 我爱他 你知 当我和我的第一次生年 我拜计神 我希望我的父亲看起来 我希望我看起来 Jackie Chan 我爱他非常好 而且他真的 他一定是